另外要看的是60多名 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高中生 今天齐聚南加州 即将启程前往芝加哥 参加世界青少年领袖峰会 与来自超过15个国家 和地区的400多名青少年 一起交流学习 培养领导才能 以往中国学生给外界的课板印象是 只会读书 害羞参与实践活动 而芝加哥 世界青少年领袖峰会主办方 Hobby的执行长 以他近十年对超过1000名 中国学生的观察和感受后认为 与来自其他国家学生不同的是 中国学生目标明确 并了解如何走向成功 中国学生一直都知道 我会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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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那里我会去学校 他们说这种感情 这真的让我相信他们 也让他们会成功 29位来自中国 以及34位来自台湾的高中生 通过现场模拟游戏等方式 锻炼自己现场应变 解决问题 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活动还邀请不同领域的代表 与学生们交流互动 并演讲分享如何成就自己 世界青少年领袖峰会 也为这些青少年创造一个平台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少年 相互分享各自风土文化 等方面的一同 让他们比较具有机会 去学习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些风俗 一些习惯 等他们去芝加哥的时候 可以跟其他世界来的青少年 一起来共同 来学习这个青少年领袖 Leadership Skills 结束美国教育基金会 举办的为期一周 加州营活动之后 这些青少年将前往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一起参加有50多年历史的 世界青少年领袖峰会 鼓博博博心一直在